这年头,谈极智能科技已不再是遥远地存在于荧幕比端的想象,而是更真切地位于手边。 你只需要大胆尝试,便可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之处。 在二威大胆创新的狂想曲中,行李箱也可以不同寻常,变得足够科技,并且不局限于一种选择。 它将方方面面的需求、脑洞以及尖端技术结合在一起,给用户提供更多样的选择。 毕竟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称得上优秀的好装备。 经常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拉杆箱,你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 拉杆箱先有轮子,还是先有拉杆? 事实上,拉杆箱出现的时代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晚得多。 直到1991年,拉杆箱才被发明。 也就是说,拉杆箱真正出现也才32年,没想到拉杆箱也是一个年轻的90后。 行李箱的发展史一定适合旅游史,交通工具和工业制造水平息息相关的。 人类早期的迁徙多用的是粗步包袱,后来随着马车、火车、汽车和邮轮的发展,粗步包裹也经历了从木头、皮革到铁皮的演变。 但是直到19世纪中后期,行李箱依旧是笨重的庞然大物,非常不便于携带。 1854年,行李箱的这种情况被奢侈品牌LV的创始人路易·威登敏锐地发现了。 在它设计下,于当年推出了是世界上首款平顶旅行箱。 其相比于传统的圆顶旅行箱,更便于携带和堆叠装运现代旅行箱的历史从此开启。 这种形式的行李箱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后期,直到1970年,设计师伯纳德索伦森·伯纳斯豆在机场看到搬运工用手推车推着行李袋。 灵机一动,想出了用绳拖着四个轮子的轮式行李箱,并申请了专利。 但是行李箱厂家都拒绝认真对待这个发明。 这可能和当时的机场规模很小,你可以一直开着车进入机场,登机换票口很近,火车站则有专门的搬运工和轮式推车。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地给行李箱安上轮子,而且轮子还必须是沉重的金属制成的呢? 直至1991年,一个叫鲍伯的飞行员退休后开始在家里捣鼓箱子,他把箱子立起来,装上了轮子和拉杆,创造了现代拉杆箱的雏形。 早期的行李箱一般是由皮革、藤条或者橡胶布缠在硬木或钢质的框架上,边角在以黄铜或皮革固定。 LV创始人陆毅·威登还专门为航海冒险家设计了能够抵御潮湿和腐蚀的心质、铝质和镀铜铜铝行箱。 现代行李箱材质主要分为五种,ABS、PC、铝合金、皮革和尼龙。 所以,人类在飞上太空之后才发明了拉杆箱。 真正意义上,现代的行李箱是1991年发明的。 而早在1961年,前苏联宇航员有李嘉嘉林就进入太空,成为首个进入太空的人类。 现代行李箱是先有轮子再有拉杆的。 但行李箱的变迁从未停止。 2019年,行李箱老牌企业以及科技企业推出了众多的智能行李箱各种自动行走,可骑行的行李箱频频在人们视线内出没,可谓抢尽了风头。 智能行李箱的价格从1000多元到数千元不等,从款式,材质到功能各有不同。 最早出现的是可骑行的电动行李箱,从儿童专用升级为了成人也可用,载重能力达到了100公斤。 它相当于一个折叠代步车,拉杆位置就是方向盘,可以实现前进,倒车以及刹车等功能。 在人流较少且路面平坦的空间内,骑在行李箱上前进,拖拽行李的负担瞬间消失。 如果你觉得骑在行李箱上前进显得有些蠢笨,那还可以选择能够智能跟随的箱子同样能够解放双手。 当主人按下遥控器或者手机APP的按键,箱子就会紧紧跟随主人,途中智能避障是不是满满的科技感。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分享几个有代表性和亮点的电动行李箱。 艾尔威专攻人工智能、物联网传感、机器人深度学习、多维度交通等技术领域的软硬件应用。 在布鲁塞尔设立有欧洲技术极研发中心,并与多家院校、研究所保持着密切合作。 积极践行着智能让生活更自由这一理念,希望实现智能科技在更多传统领域的大胆突破与产业链布局。 目前,艾尔威产品畅销于全球68个国家地区,拥有多达400余项的专利,获两项国际IF设计大奖。 在技术层面上的实力是艾尔威有别于传统香包品牌的重要特质。 正因为如此,它能够为市场注入更多可能性。 凭借着对于用户痛点的精准把控,艾尔威为传统行李箱搭载上了智能控制系统, 让行李箱不再仅能够用于收纳,还可化身可骑行的代步装备用以载人移动。 当然,对于智能骑行箱来说,可骑行的实现并不意味着大功告成, 箱体强度、上手难度、多场景下的可通行同样是关键。 只有不留遗憾,才能够成为行李箱智能化变革的重要起点。 箱体强度方面,二威拥有核心专利, 以航空级铝合金应用一体成型技术充分支撑起了箱体结构, 让智能骑行箱足以承载每一位用户的体重。 上手难度同样拥有核心专利, 实现了无外线裸露的极简化设计, 用户仅需操控智能把守,便能轻松达成前进、刹车、后退等骑行需求。 而多场景下的可通行,主要核心适配多场景交通工具。 二威的每一款智能骑行箱均采用了模块化设计, 无需工具便可随时拆卸,关闭电源, 符合航空公司对锂电池做出的安全规范。 想要推动新事物的普及,必须确保它更加成熟、多元。 无论是AI算法、智能操控、智能应用、 还是新能源应用、人体工程等等, 二威在行李箱上进行了大胆尝试, 通过反复创新试验各领域技术融合, 接连推出了多款智能行李箱产品。 它们并非简单的复刻, 而是通过不断成熟的技术, 为用户提供了差异化功能和服务。 如果你想旅途不用走, 一秒跨入懒人福音时代, 那么二威SC3-Minute智能骑行箱将会成为你心动的选择。 这是一款骑上它,便不再需要不行, 可以实现9000米每小时更快速度移动的给力代步装备。 它在收纳之余, 还能够载着用户快速在机场、车站等场所移动省力且高效, 让旅途免于频繁不行,不再疲惫。 虽然靠电能驱动, 但携带它大乘飞机是完全无难度的。 它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思路, 电池位于行李箱侧边, 以插拔结构连接, 不使用工具便可直接拆卸或安装。 同时, 电池容量为74瓦时, 大乘航班过安检前, 仅需拆卸电池便可顺利通过并携带登机。 箱锁选用了国际通用的TSA海关密码锁, 能避免暴力拆解。 为了便利旅途充电, 2V SC3-Minute智能七行箱 还特别在箱体外侧拓展设计有USB充电口。 连接数据线便可为手机、蓝牙耳机、 平板等各类型随身电子设备充电, 确保电量充沛使用正常。 如果你想要两手空空, 享受漫步旅途的自由自在, 可以带上2V S325智能跟随箱。 它搭载有UWB高精准定位模块, 用户仅需佩戴智能手环开启跟随模式, 2V S425就会主动跟随在身后了。 跟随速度控制在2000米每小时至6000米每小时之间, 与常规步行速度相近, 会根据与用户的实时距离, 灵活调整合适的速度保持恰当的距离。 一旦距离超过3米, 智能手环还会立刻震动视景, 提醒用户及时注意保障行李箱的财务安全。 同时,箱体还集成有超声波、 红外线等各类感应模块, 能综合判定周围环境中的障碍物, 及时反馈智能中枢, 计算并采取合理的避让绕行方案, 避免碰撞障碍物或他人带来不便。 它还配备有专属智能APP, 除数据查看, 故障检测等功能, 还实现了极具趣味性的遥控功能, 能在旅途中用手机操控行李箱移动, 非常具有趣味性。 还有国产电单车品牌雅迪跨界推出的这款智能行李箱, 价格在2300左右, 同时满足行李箱和电动车的需求。 操作也非常的方便, 上面有可折叠的把手和脚踏板, 随时可以变身做起。 它最高可以承载约81.6公斤的重量, 电池充一次电可行进9.6公里, 时速高达约12.8公里每小时。 这款行李箱除去电池重约9公斤, 还有一个双USB接口可随时为手机充电。 此外, 我国业余发明者何良也发明了一款电动行李箱。 该电动行李箱设计, 直接把行李箱安装在电动踏板车上。 这款行李箱还安装了GPS和防盗器 报警系统。 目前, 电动行李箱既不属于机动车, 也不属于非机动车, 只能在封闭的小区道路和室内场馆等场景下使用, 不能上马路。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表示, 从老头乐到最近的电动行李箱, 这背后反映的是不同群体对于出行最后一公里的实际需求。 顾大松建议, 首先要从源头上规范各类代步工具的生产和销售, 明确各类标准。 其次, 在管理层面更要因地置疑。 有些特殊场景里如果有特别需求, 可以另做考虑, 但要进行规范管理。 未来, 随着智能科技的发展, 智能行李箱的技术也将不断完善, 会更加贴合消费者的需求, 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便捷性和安全性。 同时, 在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上, 企业也会加大投入, 提高产品的质量, 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专家预计到2024年, 中国智能行李箱行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09.3亿元, 同比增长率达到11.7%。 此外, 由于智能行李箱的性价比越来越高, 以及消费者对安全性的关注, 未来可拆卸智能行李箱的市场份额将会更加增长, 行业发展前景也将更加乐观。 不能公开到1516年左右的空粮而需要 也请我们 smooth叉大力きま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